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們是3D連領品 我是蘇老師 這一集要來幫大家介紹 123D Design裡面的Sketch工具 Sketch工具在這裡 在這裡 那裡面我們一共分為三大類 一個是實體的這個集合型的Sketch 那這是開放線條的Sketch 那這是對一些Sketch的一些編輯指令 那總共分這三大類 這三大類我們會分三次來幫大家介紹 那今天我們會講這個Sketch的一個集合型的建立 那我們可以看到Sketch這邊的集合型的建立 在基本型這邊其實也有 那我們先簡單的來跟大家比較一下它的差異性 如果是基本型的話我們點一下這個方塊的部分 就是方的部分 點進來 它有點像基本型在建立的時候 它一樣會有一個虛擬的方塊跟著你 跟著你的時候呢 下面有這個屬性點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調整大小 那確定好了你的大小之後你就點一下 它就產生了 雖然這個是非常方便 可是它的這個能夠操控的一些屬性啊 跟內容啊不是很多 所以大部分如果一樣畫矩形的話 或是一些基本型的話 我會比較習慣使用這裡 Sketch裡面的這些來畫 因為它能夠調整跟操作的這個屬性內容會比較多一點喔 好那一樣這個方形來教大家畫一下喔 那一樣我們要畫一個三乘三公分的一個方形喔 好點一下 好點一下進來之後呢 它會問你說你要在哪邊畫喔 這就是非常重要的 這時候我們在地板上畫 所以我們點一下這個藍色的地板 點一下 好點一下之後就開始啟動了 啟動的話你看看我們會出現 這個畫素上第一個這個十字點喔 不要記點 它就是要你去下第一個點 好這時候呢 我把它貼進我的這個網格上的其中一個是這個 OK 點一下 好點一下之後呢 你在拖拉你的畫素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 這一個矩形框框就出現喔 它就是可以讓你去繪製你的 矩形框的一個 預覽的一個 造型 好那這時候可以做拖拉的動作 這時候你要多大 你就可以在這邊去做調整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上方 跟它的左方有一個數字顯示 這就是目前你 這一個矩形它的一個大小 好那我要把它輸入成一樣 跟隔壁一樣是三乘三的 這時候可以直接的喔 去做拖拉的方式來做輸入 那可以觀察上面的這一個 數字來知道說我們是不是 好是不是到這一個大小了 那如果好了確定了 再按一次左鍵 OK 好它就完成了 好完成之後呢 我們只要按一下Enter 就結束了 好結束了 OK 好它就一樣的方式喔 好那我們 這個原本基本的 我們把它刪掉 好那我們可以 得到這樣子的一個框框 那這樣框 大部分得到之後呢 未來喔 可能你還是會有調整的需求 好這個時候我們來教大家 怎麼樣去做一個簡單的調整 調整的話我這邊把它分為兩個方式 然後兩個方式這個時候把它 我的滑鼠喔靠近這個白點 好點一下然後拖拉 好它是可以重新改變你的這個 Sketch的這個造型 長度或大小 好OK好那就是一個方式 可是這樣的一個方式它 不是很準 因為它是無斷的喔 所以它是自由的 所以它出來可能 它沒有辦法就是很符合你要的要求 像這個 靠近它都不會去有吸住的感覺 所以這個調整起來喔 其實是有點就是靠感覺喔 手動的 好那我要怎麼樣去正確的 把它變成是 好假設我們要輸入一個 兩公分乘兩公分的矩形好了 這要該怎麼做呢 這時候把我們的滑鼠喔 靠到這個黑線這邊來 點一下喔 這時候它就會出現它的這個 編長的這個數字喔 所以你看剛剛這是我們自己 用編點直接直接微調的喔 這個就不是很準確喔 OK 好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點上去之後它還出現 欸喔原來這條 剛剛是移了大概4.1多吧 所以就是這個是不準確的喔 在這邊的話你看 數字也都是有小數點 好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會使用什麼呢 點選這個黑框 然後呢在這邊有一個齒輪 出現 那我們選擇第一個喔 第一個是重新編輯它的 這個 呃長度跟距離喔 那我們點一下 好 點一下之後 你看它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一個 狀態喔 數字他們都會先不見 這個時候把我的滑鼠喔 靠近我要編輯的這條線上面喔 點一下 好 點一下之後呢 我們稍微的去晃動一下滑鼠 你會發現就會有一條黑線 好 兩邊有箭頭的黑線 會跟著我們的滑鼠 這個時候呢 不管你要往內還是要往外 其實都可以啦 我習慣是往外 往外呢 再點一下 OK 再點一下之後 你看到這條黑線就不動了 好就停在這裡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的滑鼠呢 再靠著它 再靠著它 讓它被選到變得比較粗一點的時候 OK 它這一個 呃 數字就會變成一個可以輸入的狀態 一個藍色反白的一個數字 可以輸入 這時候我們要輸入多少 我們要如果是20 剛剛講過了 就是20 就是兩公分 Enter OK它就會縮小 縮小到我們要的一個距離喔 好那一樣的我們 再把我們的滑鼠 靠過來 好 你看移動 好滑鼠跟移動 往外或往內都可以 好 往內之後呢 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它會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再把滑鼠靠上去 好 輸入20 OK 好那現在它就是一個 兩公分乘兩公分的一個 方塊的一個 Sketch草圖 好 那都結束了之後呢 你不想再編輯了 那就是要按下一個Enter 好它結束 它又回復成原本的這個 這個 就是Sketch的一個方塊 所以它調整的話 就是輸入20調整的話 你可以用這兩個方式 這兩個方式 OK 好那畫出來的Sketch呢 它能做做什麼事情喔 通常它都是跟這個實體物件 一起使用的 或者是拿來做輔助用的 本身這Sketch 它在3D列印的時候是 列印不出來的喔 不能被3D列印喔 它只是一個參考 所以它在這個世界裡面 它就是一個參考的一個線框喔 它是不存在任何實體 或者是面的 那我們來看看喔 那這個Sketch可以做什麼呢 首先把我們滑鼠 靠進來喔 靠進來 如果你靠在線上 它會線變得比較黑 靠在點上呢 點會變得比較大 比較白 這個都是編輯 就是點跟線的編輯 它主要是編輯 你現在的這個Sketch 它的這個線框的大小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是一個立體的喔 可以有實體的 然後可以被3D列印的話呢 我必須把我的話就靠進來 靠進來到這個面 這個淺藍色的面 靠進來到它會變怎樣 你們看一下喔 靠進來之後呢 淺藍色的面呢 它會變得更淺一點 而且呢它的邊框呢 會變成是深色的喔 它是深色的 整個變深色的喔 跟只靠起一個邊是不一樣的 只靠起一個邊 只有一條會變黑而已 如果你是靠起這個面的時候 它是四條 或是整個包圍的 如果你是五角形 就是五條 三角形就是三條 都會變黑 那時候靠在中間 點一下 OK 你看這個齒輪又出現了 這齒輪就是編輯工具喔 你會發現這個齒輪 它裡面就多了很多東西出來了 好多人多編輯功能出來了齁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幫大家做介紹 那這些編輯功能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這一個 Sketch呢 變成一個實體 可以列印的工具 首先最常用的就是這一個了齁 這一個齒輪 點一下它齁 等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它這邊出現兩個東西 一個是箭頭 一個是數字 箭頭這個就是讓你做什麼 做手動 手動增後用的 好你看它現在整齁了齁 然後呢 右邊這一個呢 這個就是讓你直接用數字輸入 像現在你看它輸入出來的這個 長度呢是 20.5 那可能跟我們一樣的兩公分方塊 可能有一點 落差差一點點 這個時候把它 改成 20 它就會去縮減了 縮減到我們要的這個 2公分的位置 按下 enter 完成了 現在這個是一個草圖模式 把它切換回來 預設值的就是 材質跟線條 這個就是只有材質 沒有線條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黑色的這個 線條的部分 你會看到它這邊就是會產生 這樣的一個方塊 那當然它還有其他功能 它還有這個像是旋轉 或者是用loft 四五個造型堆疊起來 它變成一個 流暢的一個實體造型 那這邊的話 之後我們會一一的幫大家做介紹 那這邊的話 還有幾個形狀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這是圓形 圓形一樣我們再點一下 點一下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怎樣 中心點 中心點圓形 那你可以去拉 那現在的數字就是你的直徑 直徑 就是現在看到的黑色線條 兩邊有這一個箭頭 就是它的直徑 一樣 好了就我們現在 enter 結束 它就有一個圓形的這個 sketch 一樣我們可以幫它做 變厚的動作 好那一樣我們這邊輸入20 OK 它這個是橢圓形 橢圓形跟圓形就有點類似 可是它多了一個就是 你是要哪一邊變成圓的 像它可以輸入兩次的這個半徑的這個操作 這橢圓形它就是用半徑 這跟這個圓形用直徑不太一樣 這時候我要如果是半徑的話只有五 然後它變成說它比較扁一點的這個圓形 如果你用的一樣都是實的話 然後 這樣它其實畫出來它也是一個圓形 所以這邊是橢圓形 好這按腳OK 確定 好它就變成一個橢圓形的造型 好那這邊還有就是五角形 五角形 一樣你們去點一下 等一下就把它畫一個框 好它這個框一樣就是 以圓為基礎啦 然後半徑 那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這個數字 也是可以調整的 像我要調整的 如果是五角形的話 就輸入五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五角形 好好的 我們按下Enter 一樣幫它做轉後的動作 好一樣用輸入的好 好 所以呢這個 草圖呢 它是 拿來做這個實體的造型使用 然後大家就會說 那這個做出來的跟基本形 基本上 很類似啊 而且差不多啊 那這樣子你用草圖畫 好像就沒有意義了 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邊我是簡單的這個示範 所以在形狀上比較 呃 單調一點 好 草圖呢 在使用的時候我們可以使用 它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喔 就是像是 草圖的 堆疊的一個 造型喔 像是如果用的是圓好了 好圓 用圓來做堆疊 好 那首先我們這邊 點一下吧 一樣畫一個圓 好 那通常我們在這邊 就按Enter了 就結束了 因為這是畫單一草圖的時候使用的 不過這時候我沒有結束的話呢 我繼續再畫喔 我把 第二個圓畫在這裡 一樣畫一個圓 畫到這裡 好結束再按一次 OK 它就變成是一個 堆疊的喔 被你堆疊的 那變成堆疊的時候呢 它堆疊的這個交錯的地方呢 它就會自己呈生一個線框的 像這樣的一個造型出來 好 這個造型就有別於我們 基本形上面畫的造型了 好 所以這個形狀你都是可以去 特殊的再去做 使用的 好 按一下Enter 好 那我們都畫好了 我們都確定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剛剛不是有說嗎 就是我們的這個滑鼠呢 靠近的時候 你看 它這邊整個變黑了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框被選到 我們把它變出 變厚 好 你看到有沒有 它這一個就一個 月牙的一個造型 所以它通過重疊的方式 可以去畫出一些不同的造型 好像中間這個 OK 它就有一個 魚眼的一個造型 眼睛的造型 這個 就有點像是月亮被 切掉的一個造型 好 可以透過堆疊的方式 然後堆疊的方式 這些造型呢 它都會被 裁切 裁切完之後 它都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密閉式的一個草圖 你可以對它做一個 正後的編輯 但後面也有一些功能 可以重複的去做這些動作來使用 所以這個是草圖工具 它能夠做的一些編輯的功能 好 那我們在這邊就介紹這個簡單的這個草圖 工具的繪製 跟這個草圖的一些概念給大家 然後後面我們還會有這個 其他的這個草圖功能的一個介紹 然後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喔 到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動作 成功的 很多種椎 成功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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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